关于我们年金的这个管理 为什么我今天强调一个年金的管理 因为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年金管理 以及它的配套措施出来 所以今天借这样的机会呢 特别要请教部长一下 在我们提到年金管理之前 其实年金的问题 今天本席在这里 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问了 在上两个会期 其实我们就已经有 有一些初步的一个沟通 那对于这一次一月份提出来 这个年金的部分 我想请部长先看一下 我们做了一个表格 不知道这个表格是对还是不对的 那就今天这样的机会呢 也就叫一下 我们从这个新制跟旧制啊 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比较啊 第一个呢 我们提出来的是现状 也就是说在没有改革之前的现状 我们现在是分成两层 所谓的两层呢 第一个是保险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 是退辅的部分 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个五等公时啊 什么叫五等公时啊 其实就是可能是这个全续部 以这个低阶文官为例啊 做出来的一个这个数据啊 在保险的部分呢 提拨的部分大概是要994 这是按照提拨率是8点 应该是8.25的percent 然后退辅的部分呢 它可能会有2893 2893 2893的部分 我要我要先提一下 2893我们是按照现行的 因为现行虽然法律过了 可是我们12percent还没有变动 所以2893是按照12percent来计算的 并不是按照15percent 也不是按照18percent啊 12percent 可是从改革之后啊 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全续部出来的一个数据 用同样的值等 同样的值等呢 去算了这个数据之后啊 我们按照第一层 也就保险的部分呢 就会变成10percent嘛 对不对 10percent呢 它是1722 那第二层的部分呢 第二层部分 退辅的部分呢 按照18percent来计算 也就是说按照我们改革的方案来计算的话 它是6198 所以算出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现状跟改革之后 从现职人员上面 从3887 跳到了7920 跳到7920 这个数据是从全续部的相关的资料 去截取出来算出来的啊 如果错的话 也麻烦可以改正一下 改革之后呢 我们有了一个新进的人员 因为新进人员呢 跟现职人员是不一样 同样的第一层的部分呢 1722 依然还是10percent 没有变动 可是第二层的部分呢 因为改革方案里面呢 新进人员是按照7.86percent去算 就是这个退辅的部分 所以它是2706 就比6198小 可是问题是新进人员的部分呢 多了一个个人提拨的部分 个人提拨的部分呢 会到5509 也就是说这个是7.86 新进人员加起来的提拨率啊 从7.86去再加算到 的这个数据加起来 其实简单来讲是15.86啦 那从现职人员加起来的话 是18percent 所以当初我们在做这个计算的时候 我就很困惑 就是说为什么现职的人员呢 跟新进人员的提拨率是不一样的 那我的理解是说 如果错的话麻烦部长执政啊 我的理解是说 因为新进人员跟现职人员 将来在给付的部分是不一样的 新进人员的给付的部分呢 其实是从他个人的提拨的 那个那个部分 他并没有guarantee 并没有确定给付 可是现职人员的部分是确定给付 所以那个percentage是不一样的 部长这样的一个说明是对吗 是对的 那部长如果这个说明是对的 这个我们也做了精算 就按照部里面提供的资料做精算 所以从这个data看出来啊 其实我们的未来的公务人员啊 从现制到年金改革的新制 其实我们所给付出来的金额 是相当相当高的啊 你看从388几到79几乎double 388几到9937几乎triple 几乎三倍 从这样的一个数据上面来看啊 我们在看了所有的资料之后 我们感觉到他的影响层面 我们做了一个影响层面的一个分析 第一个因为个人他自己能够运用的资金变少了 因为他提拨出来的金额是相当大 对不对 第二个呢 也就是说个人因为他把他的钱提拨出来 为了这个年金的部分 出来的钱多了之后 他私人他个人可以运用的财务的运用 他自己去规划他的退休的这个 这部分的能力 其实他降低了 因为在他手上的钱变少了 第三个呢 我们讲说退辅基金呢 事实上他的基金的数额是变庞大了 部长 这个推论的影响是对还是不对 对 好 这个推论的影响是对的话 那我们就有几个问题要请教部长了 第一个呢 我们因为个人他能够自己去规划的这个能力呢 变小了 因为钱变少了 所以只能够仰仗我们的退辅基金 退辅基金的钱变大之后呢 我们看到原来啊 按照我们的公务人员退辅基金管理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啊 原来里面可以退辅基金能够购买的标的啊 事实上是限在于这些公债啊 受益凭证啊 公司债啊 股票啊 这些的东西上面 在上一次质询的时候 本席曾经询问过 有没有可能啊 有没有可能将来 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 都在提到我年金怎么样改革 那我不知道考试院还是全序部的部分 对于退辅基金的管理的部分呢 既然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他的重要性这么重要 对于他的管理的部分 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安排 是说还是受限于现在能够投资的这些前面第五条所提到的呢 还是也已经掺着了 本席在上一个会期里面有提到 公共建设里面需要钱呢 公共建设在向银行贷款的时候 它可以支付的钱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percentage 所以你会有一个通常在国外 我们看到说一个基金它可以稳定 稳健的成长 它有一个要素是什么 它是有一个investment portfolio 它是有个投资的组合 在这个投资组合里面 有一部分是非常稳健的投资 有一部分是有风险的投资 有一部分是高风险的投资 那对于这个部分我不知道 部长在这个部分从管理的层面 在讨论年金改革的时候 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实际的规划 第一个我跟李文报告 刚刚李文提的这意见 实际上是蛮专业的 那我们现在最主要就是对未来新进的工人员 我们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年金制度 多层次年金制度 就是说当我们技术年金还是跟以前一样 我们15%还是技术年金 那技术年金它所采的退休制度还是采低兵 所以确定几幅制度 那第二个就是现在对于有关我们退休的部分 退休部长在我们现行制度都是采所谓低兵 也是确定几幅 实际上确定几幅的话 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目前退休制度 我们为什么采的采的困难的一个最主要因素 所以我们一分二 就30%我们还是维持所谓低兵 那我们另外30%我们要维持到什么 调整为低兵 所确定的什么 确定提拨制度 这是第一个 对但部长那个不是我的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说 那这确定提拨制度 实际上就是说 对于有关他的投资的项目 以及他的范围 我们实际上我们在研究必须要方法 对 因为这只等于他自己缴的 他可以 第一个他这30%并没有强制性 他实际上他可以自己做选择 所以在选择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政府一定会提供很多的资讯 让这些有关投保人去做一个合适的选择 部长 什么时候这个具体的方案可以出来 简单来讲 我刚刚在 以前我就提过 国外他的 国外我们有数据上面看出来 数据上面显示了 我们各个基金的经营的绩效 我们看到美国加州事实上是8% 这不是新的data 我上次就已经提出来了 另外呢 我们在上次呢也提到了 就是说 如果啊 如果投报率在4%以上的话 上升1%的投报率 我们的提拨率就可以下降4%到6% 下降4%到6% 所以可见我们的投资报酬率其实很重要的 那我前面已经提到过 在国外它是一个投资组合啦 那投资组合里面呢 其实就算我们现行法定不要改的情况之下 可不可行呢 可以行啊 国内的很多的基础建设的部分 它都需要资金 你这些资金去向银行借 为什么我们退付基金的一部分的钱 这些银行的利率 简单来讲最起码有一点多 二 那那些是guarantee的一个投报率 为什么这些的东西我们不做呢 现在当多少 就是说政府有若干的限制 当现在就是说不动产 现在在我们现投资项目里面 没有包括在里面 只是被限制 当实际上不动产 我想就是说 在行政院有关部会他们有意见 另外就是说 在立法院有很多立法院有意见 对不起部长 但是我的问题是说 基础建设可以吗 基础建设可以 因为你现在法条里面有一个就是贷款 有贷款 所以你基本上来讲可以做的 那什么时候会开始做呢 现在基础建设基本上 以我们经验来讲 我们是被动的 一定要行政院相关机关 但部长不要被动嘛 因为这个地方的投报率是guarantee的 因为它是一个利息收入嘛 它是一个guarantee 为什么需要被动 这是第一点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再讲 就是会后再麻烦 我们会跟基建会联系一下 基建会一直没有向我们来接触申请 那好 那待会经济委员会我也登记 我待会去问一下基建会主委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子 去提高我们这些管理人员的诱因 本席在以前 不管是财政委员会也好 到哪里我都讲 能够帮我们 能够增加我们投报率的 这些的管理的基金的人才 为什么我们不给不肯像国外一样给他一个比较优厚的待遇 让他有一些诱因 如果你的投报率到达多少之后 你可以拿多少的一个performance bond 为什么不可能用这样的诱因去鼓励他 因为如果他投报率刚才已经投影片上面讲了 你上升一个percent 你的提拨率可以下降四到六个 相当于四到五个 这个全民皆赢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不做呢 我第一个就是我们限制太多 第二个我们现在投机金管理文会 它是公务机关 公务机关 公务机关 人事法内限制 第三个 实际上就像我们基金管理文会 我们希望跟行政院 譬如说现金管会 人事金管理文会 我们申请金融金专业价金 实际上行政院都不同意 好 这个部分呢 本席在财政委文会 可以 对啊 是是 也会 最后一个主席让我把问题问完就好了 好 我那个在会后回答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提到基地措施 同样我们防币措施 防币措施我们看到营证案 上次在上个会期的时候 我们提出来营证案发生了 接下来呢 我们又看到低头性的问题 当然低头性发生的时间点 其实是在营证案之前 只是说它爆发的时间点在后面 可是问题是说 有这样的一个弊端存在 投报率又是对我们这么重要 那这些的弊端从发生到今天为止 有一段时间了 这个部分从考试院的角度上面来讲 我们做了什么样一个防币的 一个因应的措施 或者一个策略没有 这点也麻烦会后提出来给本席 那我看到主席站起来 所以我只想期许了 因为我要去开会 是 我希望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我们前面提到年金改革 年金改革很重要 可是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 它的执行 所以如果我们的年金的管理 跟它的配套的措施做得好 今天即使部长你挨骂考试员挨骂 所有行政官员挨骂 可是如果这个配套措施做得好 管理的好 投报率高的话 将来我们说年金的问题是解决 那个时候老百姓会记得 今天所有挨骂的官员 也会感激今天所有挨骂官员 以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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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